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可真是五花八门 从中国队的足球战术到朝鲜的发展机遇 再到NVIDIA的股票表现 真是无所不谈 首先 我们讨论了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权力 与古代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有人提到 中国队的足球打法与塞尔维亚很像 并且谈论了欧洲思想的源头 是否来自中国的孔孟之道 还聊到了国足的教练 从塞尔维亚人换成了克罗地亚人 真是话题多多 接着 我们转到了国际政治和历史的话题 谈到美加 美墨之间的战争 俄朝之间的武器知识相通 以及朝鲜的工业体系 与俄罗斯的需求相符 大家还对NVIDIA股票的表现 和中国的工业产能 进行了深入讨论 真是信息量爆棚 最后 我们回到了体育和娱乐的话题 讨论了丹麦与英格兰之间的比赛 还提到了普京和金正恩的友谊 看来大家对这些话题都非常感兴趣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程大厨 说 之前说了呀 听过一个学者的说法 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就是古代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你看看没有没道理 斯莱们说 这种穿越古今的 我本能地表示怀疑 阿加为龙 说 中国队的打法与塞尔维亚很像 再努力一点就是塞尔维亚了 按一些网红的说法 欧洲的思想源于中国的孔梦 Sweat下话现Smile 程大厨 说 上个教练就是塞尔维亚人 今年刚换成克罗地亚人 阿加为龙 说 国祖东欧化应该还要更早 人心向善说 历史上每家 每末都发生过战争 把对方打服了也就和平了 只要结果不要原因 是不是耍流氓 塞尔维亚说 以强凌弱肯定是耍流氓 恩下话现H1说 朝鲜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期 人心向善说 俄罗斯不再是当年的苏联 朝鲜已不可能再次搭上顺风车 不过朝鲜搞了这么多年先军政治 他们的工业体系确实挺复合俄罗斯当下所需的 恩下话现H1说 中俄 俄朝是联动的 阿加为龙 说 俄朝的武器致是相通 人心向善说 不知朝鲜的武器质量如何 阿加为龙 说 二战时的苏联武器也不怎么样 主要是量大 人心向善说 老毛子设计装备的思路就是简单 能快速生产 以数量压到对方 柳多蒂特说 HTTPS 3w.youtube.comwatch V等于KTVK8M ZO Mfeature等于YouTube币 西亚说 全球最有价值公司 Embedian在上涨3% 估值渴望达到4兆美元 人心向善说 中国最强大的国家力量 或者如西方所说 对他们最大的威胁 就是工业产能 这个体系只要输入能源 和原料什么东西 都能源源不断生产出来 只有价廉压到一切 ZM说 苏联解体后 朝鲜开始饥荒频发 一个原因被认为 是70年代 学苏联进行了农业集体化 大规模机械化 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城市人口 到了苏联解体 农机维修跟不上 而以城市化了的人口 又不能再回到农业 导致农业生产力迅速衰减 抵御天灾能力极低 人心向善说 像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这样的公司 如果是美国企业 他们的市值都可以轻松上5000亿美元 英伟达的股价 我个人认为肯定是泡沫严重了 Goodentalk0000说 爬得越高 跌得越惨 字牙咧嘴的笑 确实厉害 机械加工完全数控化 机械臂操作 连货物运输都是机器人代替 人现在都是辅助性质的 制造能力太强大 所以产能对西方来说过剩 那你说 这是一个智库的网站吗 还是专门收集各种智库文章的网站 谢谢苍白的笑脸 李佑说 40年前夺冠欧洲杯 美梦不灭 虽然没有亮点 但哀兵会否创造奇迹 敬请期待 丹麦与热门英格兰 大家都早早不干活了 能请假请假 能调休调休 能泡并假泡并假 各地露天大屏幕 红色海洋 户外气温20度 晴空万里 喝啤酒 骰太阳的好日子 Scott Wong说 才20度啊 甜点说 丹麦创造神话 有40年吗 李佑说 电视里说的 时光飞逝啊 甜点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 现在吸引几乎可以吸引的资金 非要制造出一个巨型泡沫 欣赏就好 李佑说 三比二胜比利时 那时球星 埃尔克耶尔 劳德卢普 甜点说 你记错了 92年 李佑说 电视里记错了 喜极而泣 甜点说 凹电视不可靠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李佑说 查了一下 好像是错了 喜极而泣 甜点说 不是好像好不好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李佑说 我可能听错了 喜极而泣 还特意放了埃尔克耶尔进球胜比利时的镜头 应该是我听错了 我有罪 喜极而泣 甜点说 你错没事 凹姐说没错就好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记得当时看这比赛 那来 说 HTTPS 36丹麦克朗点 抗P281894865794100 李佑说 主持人昨天说的 还言之早早的说 40年前的今天 是在某个节目的结尾部分 我耳朵花到了 大概率 我那时耳鸣 喜极而泣 丹麦国王戴小公主现场助阵 英国王子也在 Fly100说 引入Cloud 3.5 Sunnit 我们迄今为止最智能的模型 这是我们3.5模型系列的首次发布 Sunnit在关键评估中现在超越了竞争对手的模型 速度是Cloud 3 Ops的两倍 成本是其五分之一 Entropic公司今天发布了最新的Cloud 3.5 Sunnit模型 第三方测评的结果 Cloud 3.5 Sunnit的光速 Mixiwell结果 即使沙漏在也不用等待两天 才能更新评估了 王冠Cloud 3.5 Sunnit 绝对是新一代前沿模型之王 他在Mixiwell Hard上比GTT 4O高出3.3分 并在几乎所有子基准测试中领先 敬请关注Opus和Haku在Mixiwell上的表现 老中说 感觉福登和贝林恶母不兼容 明哲说 英格兰带的都什么后妖啊 Liu说 喜极而泣 欲强不弱 雄起 踢出了 维京精神 老中说 英格兰还不如丹麦踢得好 南门居然搞出两个自由人 但真正的组织者凯恩反倒无所适从 后妖都赶不上Liu普的那个亨德森 睡觉了 看来还是德国厉害点 Moyer不冷一说 今天从法国24小时频道看到 极右翼青年领袖巴达拉声称 如果他不获得多数 就不会出任总理 如果他掌权 不会给乌克兰远程导弹 来攻击俄罗斯本土 法国仍留在北约 会尊重犹太义的人权 实验说 习近平一看起来是不妙 即下的豪情万战 向风投铺红地毯 还有一连串的激励措施 吸引大量风投资金进入科技行业 六度解析 2024062 28岁据美国官员称 美国告诉乌克兰他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打击任何从边境队链攻击的俄罗斯部队 而不仅仅是哈尔科夫夫君地区的军队 美国能学中国什么 美国是否应该认真反思北京做对了什么 而华盛顿又做错了什么 美国外交政策的泥潭陷阱 中国的外交神工与所有国家谈生意 深刻中国2024062要 Denquist 5W BMW说 哈哈 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钱多多了 哈哈 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钱多多了 谁说欧洲除了让中国电动汽车进来 还有什么办法 等中南美非洲人都开了电动车之后再说 为过去的澳门支付代价吧 BMW说 这是欧洲真正的百万曹工衣食所系 抬头一看 中国人已经赶上 就连昔日殖民地的人都有配套的基建和便宜的电车了 心中一时百转千回吧 说谎的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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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4LFDGKR8PVA 刚好看到了 哈哈 图一乐 图一乐 实际说中国出口的不少将是企业 而不只是产品 中国的外交战狼令人气急 但这不是中国外交的全部 这才是需要诚实了解 中国外交系统中的专业人才可能是被外界忽视的 他们拥有紧张的意识形态 只是让自己压抑 是仍然有人在努力做事作为请求最大的外交官队伍 他们可能很羞耳出来说话 但是他们捕捉了请求各种事件 虚实 每晚送入中文字幕提供应该会讨讨论 我一直觉得这是俄国史的反舰计 因为秦氏亲媚派 Fly100说 金正恩机场送别普京的视频 为什么让我看得有点感动 HTTPS X.com Mario Novel Status 1803838192610689283 T等于5YWZ FIX VESWZU0K1KNS等于19 毛也不冷一说 哥们儿 也比较贴谢 普京二十多岁去东德 苏联崩解深受刺激 金三瑞士助校 一点不图 没准哥俩还能用德语密谈 眼角含笑 Bill夏花仙琴说 HTTPS 6度WorldT Topic 1701 1760 U等于Bill夏花仙琴 NH夏花仙K说 两个被美国恶势力 孤立在世界之外的英雄 不屈不饶 互帮互助 英雄顽强地孤身奋战 怎么能不让人感动流泪 哭脸 普京金正恩机场送别 普京抵达越南河内 24.6.20 Bilibili HTTPS B23 TVJKP4RMN 大家一起来感动一次 笑出眼泪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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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仔 说 都是南大门 索斯戴特的功劳 熬个夜 就能发表这魔多心得 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帅哥 NH夏花仙K说 越南送别普京的规格太低了吧 无法让人感到喜极而泣 Bil 夏花仙震说 老农民今晚继续熬夜 看荷兰VS法国 笑容可惧 习仔 说 来欧洲就不用熬夜了 看得上表演一个戏法给你看 Bil 夏花仙震说 臭显摆困惑的脸 你有熬完夜 老婆跪在一边伺候早饭的福气吗 NH夏花仙K说 其实前苏联对亚洲伙伴 还真是很不错的 不像对东欧国家那样 动辄铁骑入侵 可惜亚洲伙伴 一个个都投了美国 人家有两个小姐姐 用嘴喂早饭 习仔 说 看场球你就下不了床吗 挺会撒娇呀你 不要夏花仙震说 摇昏的你比我行赞 NH夏花仙K说 早饭之素 没有大鱼大肉 你还不行 一大清早都瑞仙人了 几眉弄眼 Bank说 老帮菜看球看爽了 文字也流动起来 加一 Bow夏花仙震说 没错 一群老帮菜 笑容可惧 NH夏花仙K说 你就等着被人揍吧 老钟说 确实 否则 凌晨三点的比赛 真的不能看 Bank说 富翼 等狐狸 他有加林特 老钟说 看了英格兰的比赛 看了福登憋着劲的表现 看着贝林恶母一副 你来吧 让给你的样子 就知道南门的老好人做派了 要是呱呱 那肯定有明确分工 起码一个人位置固定 明明福登会打左路的呀 哎 除了德国 我的第二主队英格兰 就只有当年加斯科因 霍德尔纳会儿 南门是主力吧当时 点球是他射飞的吗 忘记了 踢得真好 还点球输了 罗浮楼 程大厨 说 天赋人权 人权属于自然权利 财产权不属于自然权利 此时只能算存在 但不明晰 单个人权相互结合成功权后 为财产权背书 此时明晰 所以 财产权是人权与公权 决力后的产物 具体边界 主要看侧重点在哪 不要下话 现证说 这回答太靠谱了 再一个 程大厨 说 不一定 昨晚没想出 早上也是瞎想的 坐等民节 argue 老比尔回答太不靠谱了 不要下话现证说 face下话现bomiting 咱们说 按着逻辑推的话 先有人权 再有财产权了 程大厨 说 本来都存在 我借用了倒加空的概念 咱们说 存在该如何理解 存于物理 还是心理事件 人心向善说 基本把A股融资渠道都关了 不知道在坐实吗 黑下话现勒说 所有人都看错了三中全会的本质 哈哈 A股又跌破3000点 程大厨 说 打个比方 人权是木头 财产权是空气 空间 木头搭成房子 房子是公权 那房子有了后 里面的空 就是财产权 即有的行程 是为了使用这个无 你不能说 某某不存在 这个是并举 只能说 这个无本来就存在 人心向善说 武卿将成为下一个 倒在镇监会主席 这个高危职业上的官员 我们聊 福克斯说 要不我也点个赞吧赞 栽美说 我本来是想看看 有没有可能借助人权就是财产权这样一个说法 对类似天赋人权长久以来固有的观念进行解构的 但你一例论就是引用这四字真言 跟我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反 人权就是财产权肯定是有极大争议的 但从经济学原理来看的话 未必走不通 程大厨 说 不是解构了吗 财产权又不是天赋的 海德格尔发明了个词叫 达斯爱 栽美说 财产权当然不是天赋的 要解构的是 人权是不是天赋 福安100说 https x.com tm.com status 1803834495 33609 2060 t等于 CHQAQQQQF62 GWSGSKNBFGNS 等于19 普京开车 金副驾上笑得 像个200斤胖子 看这个视频 感觉金性格还不错呀 笑成这样 程大厨 说 那你早说呀 不过你这又要充值了 人心向善说 在人类还没有形成社会之前 所谓天赋人权就是个笑话 程大厨 说 冲得多帮你解构得多 Roll Flow 权力这种说法 也是启蒙运动后才有的吧 福克斯说 昨天俄方的频道也很兴奋 以下是他们发的内容 俄罗斯朝鲜越南普京离开平壤 前往河内 谈判非常成功 未来几个月 将会有很多来自朝鲜的消息 接下来 是与我们的越南同志的谈判 在苏联被摧毁 包括金兰的军事基地 之前 我们与越南同志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材美说 大厨成道长了 福克斯说 美军和俄军都想着金兰湾 理论上 比尔城和你这个模式 是靠谱的 奈何老和这方面 没有太多的感受 材美说 再往前退一步 天赋人权是否违背了经济学原理 比尔小话 比尔小话现衬说 他还金兰湾 他要构筑军事后勤的体系吧 还是隐约的 顺便把中国带坑里去 他拿中国也没办法 只好绕着来 程大厨 说 比尔盖茨说 他走马路上 不会弯腰捡地上的一百块美刀 比尔小话现衬说 大厨识人衙晦 没有想象力 不爱动脑子 笑容可惧 程大厨 说 经济学就不懂了 你得另请高明 Fly100说 X上有人说 越南对领袖的阶级规格是 中国俄罗斯美国 Fox说 你这个怀疑有一点道理 基于谁也信不过谁的思路 但我现在的阶段 是在看中俄一万字声明的实施状况 程大厨 说 狐狸说了呀 学话一出溜 Fox说 我那是道德层面的评价 经济和信息层面 这是需求的体现 程大厨 说 虽然有事糊里糊里糊涂的 Fox说 嗯 部分体现 更多是外宣性质的 看实质的是 产业是否相互融合 比如越南进口中国的电 进口俄罗斯的武器等等 Zayman说 行 一会结账 Fox说 我可不掉入自便的流程 Zayman说 俄罗斯能帮越南的几乎只有能源极其开采 不要下话 现身说 谁也信不过 就是我国传统以来的现实主义特点 我们的实用主义行为模式 就见机在这个路子上 一万字的声明 是必要援助 对中国必要牌第一 而不是对俄罗斯的必要援助 是帮助它苟延残喘的吧 你琢磨琢磨 Fox说 嗯 能源是肯定的 另外就是能源带动的石化产业 谁也说 特朗普提出 向在美国的 卫国毕业生提供绿卡的想法 Zayman说 越南同意修建 从昆明过来的高铁 这是根本上的战略抉择 谁也说 对 欧洲在科学 科技上 已经明显落后中国 而且难以追赶 欧洲很可能只能向中国让步 走合作道路 美国不同 只要能留住人才 加上其强大的金融力量 有其巨大的优势 潜能在极多领域 能有领先可能 美国需要有大政府的观念 这是大科学的前提条件 没有政府之力 Let's say so harika harika Niyosaki Fox说 后面有个中俄加一 我的理解就是建立一种生态圈 先看吧 谁也信不过谁 表面上符合现实主义 不过我觉得指导思想 还是中庸思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主旨 主旨 付赛 张